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脆皮肥肠 用传统的中式方法进行卤制 入锅炸脆 其中用新鲜的大蒜来提味 给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味觉体验 口感也更加丰富 烟熏法式鸭杆 用传统中式的卤制方式加上分子料理低温的做法 来增加鸭杆的绵柔感 再加上果木的烟熏味 多了一丝神秘的口感 拉姆酒茶叶鹌醇蛋 在茶叶蛋中加入了拉姆酒 传统的做法加入了西式的酒味来做搭配 使整个鹌醇蛋的味道多了混搭的成分 也更加富有层次 不止不予传统的做法 而运用更多的创新来创造一种不一样的小事 才能够醉在东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